好 如何在自然与科技作物的值与量之间取得平衡 是人类现在迫切面对的一大课题 继续我们要为您介绍另一位有机农夫林瑞斌 他大学念的是化学系 还曾经开过油漆制造厂 林瑞斌深刻的了解到化学药品对于农作物 人体健康还有大自然的影响 2004年从父亲手中接下农场之后 他坚持有机工作 将有机柑橘制作成酵素和软糖 还入选为云林十大半首例 云林有机农夫林瑞斌正在帮他的凤梨戴帽子 近20年来坚持不用化学肥料和农药 他觉得有机种植一段时间后 工作反而比以前轻松 你整地的时候你家有机下去以后都不用再加了 肥料不用农药 都不用了 你要拔草 是这样而已 农场里有好多超过40年以上的老柳丁树 因为整个果实都能食用 营养价值又高 林瑞斌因此而进一步研发了柑橘酵素和软糖 尽管价格不低 不过仍然受到消费者的肯定 成为云林十大半首例 有添加什么材料吗 完全整颗的下去发酵而已 整颗发酵 但是要加一些糖 要加一些糖之类的 像一般的那种那么香 它没有那么香 可是你喝得出它是自然的香 就是很像有压到那个皮的 有一点点苦苦 没有苦 就是有一点压到皮的那种味道 那个是猎防酮素的 那是最营养的对不对 在台湾有机的定义是 施肥不能用化学肥料 不能用农药 也不能随便焚烧废弃物 除了有机 林瑞斌的原子还有哪些特别的做法呢 它在种水生植物下去 让那个水分子变成一个 水变成一个小分子的话 而且我们要把那个PH值跟它那个硫山根要再去调整 让它在水在使用的时候 就马上能够给植物吸收 农场里的蔬果种类非常丰富 这里是木瓜 那一边种米豆 还有一排香蕉 甚至还有刚种几天的秋葵 在这里 没有过度的科学添加 也没有受消费者左右的加工 回归自然与健康 一点都不难 新台电视 庄亦珍 廖立芬 台湾云林 采放报道